- 霍比佳佳,我是维佳 - 霍比佳佳,我是维佳 - 今天我带着361度跟高达联名的几双鞋款 - 来拜访一位朋友 - 他就在这里 - 他就是虾绳 - 耶 - 我们来聊高达鞋 - 那我就不卖关子了 - 有没有大家看到虾绳这一件T恤呢 - 其实就是这一个系列的其中一款了 - 一直有关注 - 你最喜欢哪一双鞋子 - 当然是七八啦 - 毕竟圆主嘛 - 我自己也是喜欢RS782的 - 我们先来开一下 - 那么中间开始 - 高光时刻 - 这一款就是 - 让我猜猜 - 是什么 - 如果按照设定的话 - 它应该是地球联邦那边的 - 腰材天系 - 好 这一款就 - 你觉得怎么样 - 第一眼 - 看似比较简单 - 但是如果细节是做的比较多的 - 还有这个鞋底很好看 - 这是用的特别的技术 - 再挑一双吧 - 第二双 - 这一边 - 这一边 - 好好兴奋哦 - 又是地球联邦的 - 七八 - 好兴奋 - 不知道说什么 - 是吗 - 没有形容词了吗 - 对没有形容词了 - 你最喜欢它的地方在哪里 - 把高达的元素基本上都会体现得出来 - 例如呢 - 一个大大的眼睛 - 嗯 - 然后红黄蓝 - 这个配色就是 - 正义的颜色 - 高达的颜色 - 高达的颜色 - 高达的颜色 - 好那最后就是 - 这一双了 - 这一双了 - 酷 - 啊 - 其实这双我觉得蛮酷的 - 红色 - 油脚 - 三倍四 - 单纯颜色 - 配色方面说 - 确实是炫酷很多 - 你个人来说会喜欢这种颜色吗 - 嗯 - 穿的话我会选择高达 - 你觉得白达一点 - 对 - 但是冲击力 - 视觉冲击力这个会比较好一点 - 赤色卫星 - 赤色卫星 - 两个广东也说不准了 - 这个字 - 就赤色卫星了 - 广东话 - 红色有角 - 三倍速 - 是时候来说一首故事 - 因为大家知道 - 虾神肯定是特别喜欢高达了 - 你喜欢高达多少年了 - 有二十年吗 - 接近 - 对高达的认识有超过十年了 - 你第一部看的高达是什么 - 高达W - 高达W - 我们是同龄人吗 - 一样了 我同代人吗 - 但是说对于这几款鞋来说呢 - 它的背景会更加的远一点是吗 - 对远很多 - 因为当时我们看高达W的话 - 其实它算是高达历史里面的偶像剧 - 对 要这一个是0079 - 真正的主故事线 - 对于你们高达米来说 - 你觉得这几款鞋子 - 你会推荐大家买什么 - 小孩子才会提这种问题 - 我们大人是全都要 - 因为真的每一款都是非常帅 - 每一款 - 因为我看到361出了很多款 - 每一款都很帅 - 接下来我会给大家 - 慢慢做一下这三双鞋子的测评 - 以及它的功能性穿搭性 - 还有就是这些这么特别的材质的介绍 - 从下层那边回来之后 - 我相信各位对于361度这一次 - 跟高达联名的这一系列鞋款 - 都有非常深刻的了解了 - 那就算没买到也不用Lololin - 因为在接下来的时候 - 我会给大家慢慢的介绍一下 - 我手上面拿到这三款的361度联名高达 - 那刚才说到的广东话Lololin是什么的意思呢 - 喜欢我的节目的话记得关注我资 - 节目最后会给你介绍Lololin在广东话当中的意思 - 那我觉得其实361度跟高达这一次的联名 - 是非常的成功的 - 因为大家知道 - 机动战士系列在1979年创立到现在已经经历了40年了 - 而它也被誉为是日本动画史当中最著名 - 最庞大 - 最经久不衰 - 以及最赚钱的动画作品 - 在现在全世界有非常多的高达迷 - 那我相信看着节目的你 - 就算不是高达迷 - 你也肯定有看过高达 - 这是毋庸置疑的一个非常成功的动画 - 那在这一次的361度跟高达联名的一系列产品当中呢 - 也有非常好的概念 - 我们可以看到在介绍当中呢 - 它会有未来结合复古、潮流、结合技能 - 以及虚拟结合现实的这三大的主题 - 那我个人呢 - 对于这一系列的产品呢 - 我觉得我拿到手之后呢 - 我是蛮惊喜的 - 因为从它的配色啦 - 以及它的细节上面来看 - 我们除了看得到它把非常多的一些有名的高达的机体 - 融入到设计的元素当中去 - 包括你可以看到一些色调啦 - 一些造型啦 - 眼部的细节等等 - 刚才有说到啦 - 而且还加入了一些实际上非常流行的元素 - 包括说这一款机呢 -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绑带啦 - 一些绑扣啦、飘带啦 - 那这个包装盒呢 - 这边已经可以看得到了 - 除此之外呢 - 可以向大家展示一下打开时候的一些细节 - 我们可以看到整一个非常好看的蓝色外壳打开之后 - 你会先看到一层透明的薄膜 - 橡胶的薄膜里面呢 - 印有一个RX782的这一个头像 - 那把它拿出来之后呢 - 就会看到鞋子了 - 这是其中的一支RX782 - 并且呢 - 每一个鞋盒当中呢 - 它会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周边 - 没错 - 就是这一份的贴纸 - 我觉得是满满的回忆感 - 那在这三款鞋子当中呢 - 我想首先介绍一下这一款的RX782 - 很多人对这双鞋子 - 对这一个造型 - 是情有独钟的 - 因为 - 这是0079当中的主角所驾驶的机型 - 那这一个配色 - 我觉得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也代表着正义 - 而 - 我觉得这样子看上去 - 这双鞋子真的给到你很正直的感觉 - 整体的鞋身上面呢 - 用到了网布以及有皮革包裹 - 那除此之外呢 -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流线型上面呢 - 是偏向于复古的流线运动鞋款的 - 那这其实对于现在的穿着上面是比较有意义的 - 因为传统的老爹鞋型呢 - 有点太臃肿了 - 但是这一个呢 - 会看上去比较轻便一点 - 而在它的尾部的位置 -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标带 - 也是呼应了 - X782的那两条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天线造型 - 这非常的帅 - 那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- 这一款的白色要塞 - 那这一双的白色要塞呢 - 其实它是偏向于跑鞋的这一个造型的 - 所以我们可以感觉到它整一个重量上面也是轻的 - 除此之外呢 - 鞋面上面用到的是编织的一体化的鞋面 - 透气应该是不成问题 - 那除了这些呢 - 相信各位首先看到的是它很具代表性的 - 这个深蓝色的中底 - 它上面呢 - 覆盖了一层金光闪闪 - 有一点散粉感觉的质感的这个喷漆 - 而且呢在后跟的位置呢 - 写上了Quipform的这个字眼 - 那这是361度的附魔机械质感创新中底 - 那这款鞋子作为平时 - 散步或者跑步来说 - 应该也是OK - 那接下来 - 那这一款鞋款呢 - 刚才一直说不准呢 - 测色卫星 - 卫星 - 我说广东话吧 - 测色卫星 - 在动画当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- 那一台扎古的一个红色的造型 - 相对于刚才这两款来说呢 - 这一款会更加有时尚味道 - 因为它用到的是 - 这一个大轮廓的中底造型 - 而且整体呢 - 用到非常酷的这种暗红色 - 我们看到上面有很多的不同的配件 - 譬如说这个板扣 - 这个松紧扣 - 而且有一条拉链 - 可以这样子拉开 - 所以整一个感觉给大家就是 - 机能了 - 这两个字 - 非常的帅气 - 在材质上面呢 - 我们可以看到 - 皮革覆盖在上面 - 而且看到鞋头的位置 - 这里呢 - 好像做了一些防水的涂层在上面 - 所以整一个定位肯定也是机能跟潮流的 - 那稍后的时间呢 - 我也会给大家上脚来看一下 - 这三双鞋款的搭配的感觉 - 那除了这三双之外呢 - 其实我还收到了一份 - 它们刚寄来的包裹 - 去瞎身的时候就没有带上了 - 来得比较晚 - 这一个呢 - 就是这一次 - 四十三六一度跟高达联名的礼盒套装了 - 我们可以看到 - 这是一个非常好看 - 代表了RX782 - 这么正义的黄蓝白红颜色的可折叠的箱子 - 我们可以把它打开 - 里面的鞋子没有放进去了 - 这是RX782的一个头像徽章 - 然后有一个行李牌 - 除此之外 - 这里有一件T恤 - 扎骨 - 跟RX782 - 速敌的对决 - 那还有一个小位置呢 - 这里有一个限量的高达40周年的卡片 - 那因为这一个礼盒套装呢 - 它是限量的 - 那有部分很有可能没有抢到 - 不过不要紧 - 你依然可以上到淘宝搜索天猫活力营 - 然后在里面搜我们既高达 - 就可以买到361度 - 这一次跟高达联名的一系列非常好的产品了 - 那我个人是挺喜欢这一次的联名的 - 无论是不是高达米 - 我觉得这是国产球鞋踏出来的很重要的一步 - 当然还要说一说 - 我在开头的时候有说到的那个词语 - 啰啰韵是什么意思 - 其实啰啰韵经常就形容一个人心里意乱的感觉 - 有时候会形容一个男生对一个女生 - 或者女生对男生 - 有那种感情的感觉 - 啰啰韵不知道怎么才好 - 老是想来想去睡不早也得不到 - 那用来形容一些邪迷对于球鞋的追求 - 我觉得也是非常正确的 - 不要啰啰啰韵了 - 行动起来吧 - 好吧 - 那最后看一下我的不敷衍的上升 - 行动起来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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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